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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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的電腦一直 開機開到一半突然 自動關機 一直找不到原因 一開始我以為是 這個電源供應器壞掉了 因為這台電腦已經用了超過五年了 結果後來發現 其實不是電源供應器壞掉了 然後後來我也去檢查 記憶體 記憶體我也拿去 別台電腦去查 也沒有發生自動關機的現象 然後後來我想說 會不會是主機板壞掉 結果 我發現一個很奇怪的問題 就是我這一張顯示卡 它的重量太重 然後它這個插卡的位置 有沒有 右邊這邊 有一點往下 地心引力往下 我猜這邊有一點接觸不了 然後後來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用一條電子線 幫它做一條 做一條繩子 然後拉到主機上面 等一下我示範給大家看 因為我這 因為我這張顯示卡 已經用了很久 然後這張顯示卡很重 它有散熱片 又有電風扇 好 好 我們準備開始 加工 改造這一台 電腦 各位朋友 我現在要處理 這張顯示卡 地心引力一直下墜的問題 那我要先準備一條 電子線 大概細細的 大概 30公分長就夠了 然後我會利用這一張顯示卡 右下角這邊有一個孔 穿過去 然後再用電腦這邊 這邊 光碟機這邊也有一個圓孔 有沒有 穿過去 然後再把它拉緊 拉緊有沒有 它這一張卡就 往上 往上了 然後再用 再把它綁緊就好 再把它綁緊就好 好 所以這樣子 顯示卡的那個 右邊它 把它 它的那個傾斜角度就 利用我這條電子線 把它拉 把它矯正上來 大家注意看 你看 有沒有 右邊這邊 右邊這邊已經沒有縫了 這樣子 我這個當機的問題 就可以得到解決 YES 只要用一條線 就可以處理掉這一台電腦 自動關機的問題 希望有幫助到所有 做到最多的地方 看到一條線 有更多的地方 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做的